在这时候,妇罗那弥多罗尼子,这翻译的意思就叫满词子,这是从他父母和名。 在佛的面前,他听闻这种的智慧方便法门,是随众生的记忆而说一切的全是之法,又听见佛为舍利夫,以及为这一切的大弟子受无上证等正觉记号,又听闻大通至圣佛往昔的这种因缘世情,又听闻一切诸佛有大自在,不可思议的这种神通妙用力量。 从来也就没有听闻过这种的妙法,心里得到清静而欢喜的跳跃起来,他想在那儿坐着也坐不住了,坐不住,怎么办呢? 王起一蹦,就蹦起来了,跑到佛的前面去了,你看他从座上就跳起来了,很慌慌张张的,这时候,甚至威仪都不太好了,就跑到佛前去,到那儿就扣头,扣完头,把身心定一定,然后他就退回去,又到他本座那儿,在那儿站着,站在那地方,瞻是瞻望,仰着头这么望。 佛的颜面,眼睛也不眨眼了,好像入定了似的,他大约和那木头人,石头人差不多了,站那儿,眼睛也不动弹了,但是他眼睛不动弹,心里可动,心里打妄想,做着一个念。 世尊甚为奇特,佛所做的事情,是其他人所不能做的。 佛所做的事情,都是第一,所以佛非常稀有。 佛能随顺世间一切众生的若干种性,他都能随顺。 佛能以方便犬巧的智慧,这种的见地,而为众生来说法,他把众生这个贪拙,就是一切的执着,都给拔出去。 无论在什么地方,就是任何地方的执着。 你无论是才色明实睡,色生相未处,这五尘的境界,他都可以给拔出去。 对佛的功德,我们这些生文弟子说出来的话,都未能尽说宣达佛这种功德。 我们不能知道佛,佛可是能知道我们。 只有佛能知道我们心里所有的念头和本愿,知道往昔所发的愿。 过去生和现在生一切的因缘,以及我们所发的愿力,我们自己都不知道,唯有佛都知道的。 在这时候,释迦牟尼佛又告诉一切的大比丘,你们大家现在看没看见呢? 这一位身文重的妇罗纳弥多罗尼子,他在素食之中,发大愿力,帮助佛来弘扬佛法,你们看见了没有? 在过去我常常称赞他,称赞他在这一切的说法人里,是第一。 释迦牟尼佛在平时常常称赞这妇罗纳,说他说法第一,闪烁诸法,他说法说得最妙了。 天人也欢喜听他说法,恶鬼也欢喜听他说法,畜生也欢喜听他说法,阿修罗听见妇罗纳弥多罗尼子说法,他们即刻也就不战争了。 正在打仗的阿修罗都想听妇罗纳说法。 阿修罗也欢喜听,阿罗汉也欢喜听,是菩萨也欢喜听妇罗纳说法。 所以妇罗纳在说法人中,最为第一。 佛说,我也常常赞叹他在过去生中供养诸佛,供养三宝,栽培种种的功德,发精进心,勤修佛法,护持佛法,宣扬佛法。 又善于为比丘,比丘尼,幽婆色,幽婆依这四众之中,只是佛教的方法,使令一切的众生都得到利益而欢喜。 他的知见和佛的知见是相同的,所以他能解释佛的正法,而对一切修行菩萨道,修行清净行的,他能有大荣誉,使他们得到大的利益。 这个社,就从佛以下,除了佛之外,其他的菩萨和声闻,圆觉,都辩论不过妇罗纳,他是变才无碍的。 释迦牟尼佛恐怕一般法会的众生,不明白妇罗纳本计的因缘。 他本来的这种因缘,不是仅仅现在他说法第一,所以对大家讲,说过去他也是说法第一。 你们这各位大菩萨和大比丘,你不要以为妇罗纳这个满辞子,他仅仅的就在我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之中,来帮我弘扬佛法。 他也在过去九十亿那么多诸佛的地方,每一位佛出使,他都发愿去护士帮助宣扬佛的正法。 在过去九十亿,其实不止九十亿,只是举出来一个大的数目而已,这个也可以说或者九十一亿,或者九十九亿,都不一定的。 他在过去九十亿诸佛那地方,也是在说法的人当中,他最为第一。 他又能在诸佛所说的般若法,空法,就是般若法。 在过去诸佛所说的般若教,是三藏教,阿含教,满字教,是法华,涅槃。 般若是对半明满,对着这个般若教而说这个满字教的。 诸佛所说的般若妙法,佛罗纳是明白而通达无碍,得到四无碍的智慧。 这四无碍智,也叫四无碍变。 一,词无碍变,所说的言词无穷无尽,这种没有障碍的变才。 二,以无碍变。 这个义理,是由一个义理就说出无量的义理,由无量的义理又归纳到一个义理。 这一为无量,无量为一,一即无量,无量即一。 无量,一,一,无量,隆通圆满而无碍。 这无障碍的法门,教义无碍变。 三,法无碍变。 由义法而通白法,由白法而回归为义法,所以这个法也无碍,这种的变才也无碍。 四,乐说无碍变。 他有词无碍变,义无碍变,法无碍变。 他若不愿意说,谁也没有办法。 他有变才是有变才,他不说,有一理是有一理,他不愿意说,有法是有法,他不愿意说,这就谈不到这四无碍变。 这三无碍变,又加上一个乐说无碍变,他随时随地都欢喜说法,乐于说法。 甚至于来一只猪,他也给他说法。 你好好的,再不要做猪了,猪是最苦了。 只知道吃东西,吃饱了就睡,这有什么意思。 给猪就说猪的法。 看见狗,他就说,你不要这么潜瘫了,你就是太潜瘫,才做的狗。 你贪心太重了,你只知道拿着一个铜板,就攒着攒着,把这铜板攒化变成水了。 你一放,啊,我这个钱哪去了? 殊不知你攒成水了,你因为这样子潜瘫,所以就变成狗了。 他见到狗,就给狗说法。 见到猪,他就对猪讲,你不要这么愚痴了。 你这样子不精进,这么懒惰,这太没有用了。 你将来给人家杀了吃。 人家嫌你肉肥,说你这个肥猪,简直肥得太厉害,这个肉不好吃。 你瘦,那个不愿意吃瘦肉的,又说你这只猪,吃东西都不会吃,吃得这么瘦。 这肉好像木头似的,也就骂你一顿。 见着一切众生,他给一切众生说法。 这随意说法,见着嬉皮,就给嬉皮说法。 见着不是嬉皮,就给不是嬉皮说法。 是随时随地见到什么人,就说什么法,这叫勒说无碍变。 所以你们记得,你们不论有词无碍变,义无碍变,法无碍变,你们总要有勒说无碍变。 你若有勒说无碍变,那词也无碍,义也无碍,法也无碍了。 你若没有勒说无碍变,那你有这以上的三种,没有什么大用处。 沈帝就这么审查一下,审是这个法的样子。 他常常能审查所说出来的都是清净法,不会说出来那种不清净的法。 说的法,令自己也没有疑惑,人家也不会疑惑。 不要说,哎,我头先那么讲对不对呢? 那就生出疑惑来了。 你这么一讲,你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,那么听法的人就会说,他胡说八道呢? 不要听他的。 这个有什么意思? 这叫自己疑惑了,旁人也生出疑惑了。 这位妇罗那,你们看他是个生文人,但是他却具足菩萨神通之力。 这是因为他在俗世中,是行菩萨道的,并随着他的寿命长短而常修种种清净行。 这在过去九十亿诸佛的世人,大家以为他是生文,其实他是菩萨。 他是内密菩萨行,外现生文身,内里他的存心,是修菩萨行的,外边是现一个生文的身体。 而这位妇罗那,以这种种的犬巧方便,隐大是小,他不现菩萨身,而现生文身,饶意一切无量百千万亿这么多的众生。 又教化很多很多的人,令他们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 他因为要庄严清净诸佛国土的缘故,常常大做佛事,凡有利益,无不心情。 对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都去做,教化一切百千万亿的众生。 这妇罗那弥多罗尼子,他有四无碍变才,这勒说无碍变才,能转一切的众生,而发菩提心,求无上导,把一切的众生都能度了。 我们现在的人,也要学这四无碍的变才,学这种的说法。 可是你不要只知道勒说无碍变才,而被众生所转,跟着众生就跑了。 本来你想肚这蜘蛛,殊不知你给它说说法,自己也跑那个猪圈里头去了,你没能转这蜘蛛,而被猪所转了。 好像出家人想去度在家人,不但没有度成这个在家人,反而被在家人转了。 譬如在家人是吸毒的人,你出家人本来不吸毒,就随着也去吸毒。 你度这只狗,度来度去,说这个狗这么好,我最爱惜这只狗了。 爱惜这只狗,也忘了你是度狗,反被这狗所度了,你跟着它去做狗了。 释迦牟尼佛对一切的比丘就说了,各位比丘,七佛,就是过去七佛。 批破师佛,师七佛,批赦福佛,居留孙佛,居纳含蒙尼佛,家业佛,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这一位尹大师小的声闻妇罗娜。 他在过去七佛说法人中,也都是第一名。 为什么妇罗娜在过去九十亿诸佛,皆说法第一。 在过去七佛,他又说法第一。 七佛,也就包括释迦牟尼佛。 但是释迦牟尼佛又单提出来,说他现在与我这个法里头,他还说法第一。 他怎么得到第一呢? 我跟你们讲一讲他得到第一的因缘。 最初妇罗那在无量节,无量节,无量节以前,他是一个不怎么样会讲话的人。 每逢有人讲经说法,他一定要去听法,不单要去听法。 而且他若听有人讲经,他也不吃饭,不喝水,就饱了。 甚至于也不用睡觉,他以法为食,以法为水,以法为睡。 他不吃饭这还不算,最初他还近站着听经,人家坐着,他就站着。 以后站站,他觉得还不够恭敬,就跪着听经,有人说法。 他就恭恭敬敬跪到那地方,和其掌来听经。 他那时候不怎么样会说话,他听经听得有的讲得好的,他也听。 讲得不好的,他也听,听来听去,他听得多了,懂得发愿了。 他就发愿说,我将来一定要出家做法师,要修行,但是我讲经。 一定要讲得比所有的人都好。 每一位佛出世,我发愿在这位佛的座下来讲经说法。 但是我一定要得到第一,我不做第二。 他就这样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,发愿,就好像种菩提种子似的。 你把它种下去了,它就会生出来。 他发这个愿,种下菩提种子,种下说法变才无碍的种子,果然就虽心满怨,生到佛前,他就智慧无量,变才无碍。 开大智慧,得大变才,所以他才能说法第一。 你想要得到第一,得要有一点真实的功夫,才能换得来。 你若没有真实的功夫,那得不到的。 所以这是妇罗那尊者说法第一大概的意思。 其中的因缘要是详细讲,那可太多了。 甚至于他听什么法的时候,得到什么利益。 听某一个法师讲什么经,他得到什么利益。 怎样开小物,又怎样开大物。 那很长的,所以现在我讲少少就可以了。 现在与我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里边,妇罗那也得到第一。 这个第一不是容易得的,我们现在是贤解。 怎么叫贤解呢? 因为有很多圣贤都在这个时候出世,据刘孙佛是贤解中的第一位佛,据纳汉蒙尼佛是第二位佛,加叶佛是第三位佛。 释迦牟尼佛就是第四位佛。 于贤解中当来诸佛,就是应当来的这一切诸佛。 现在还没有来呢? 贤解有千佛出世,那么这一千佛的法会里边,妇罗那都是第一。 你看,这个第一不是真来的,它是用功夫修来的。 所以我们人,切记,不要人家好一点,你就生了一种妒忌心,你跟人争个第一,那不是真第一。 若真正人家大家认为你第一了,那才是第一。 再爱之贤解千佛,妇罗那尊者也是说法第一,并且他都护持,帮助宣扬佛法。 所以虽然他说法第一,这不是他自己说第一,是佛许可他是第一的。 佛给他一个第一的名字,不是他自己去抢来的。 这点,你们各位要特别清楚一点,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想要抢第一,你若想抢第一,那就变成土匪了。 等过贤解千佛之后,妇罗那尊者还在无量无边,那么多佛的法会里边,都是第一的。 他所教化的众生也无量,利益的众生也无量。 使令众生都建立成佛的基础,建立成就这无上正等正觉的基础。 他为庄严而清净这诸佛国土的缘故,所以长情精进教化众生。 谁若能长情精进,谁就是能敬佛国土,谁能不怕工作的多,谁就是敬佛国土。 我们现在翻译经典,也是敬佛国土。 我们现在为佛教的前途不怕辛苦,我们这是敬佛国土。 好像你们谁做工作的多,也是敬佛国土。 我不是愚弄你们,你做工,我也这样子,不做,我也这样子。 因为我没成佛呢? 我那国土不要你敬,所以你来也可以,你擒也可以。 你擒,是敬诸佛国土,不擒,你就是不庄严佛国土。 又有一个道理,你要清楚,你庄严其他佛的国土,将来你自己成佛。 你那国土也就庄严,也就清净,这叫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 以清净其他佛的国土,也就清净你自信那个佛的国土。 你现在学佛法,将来一定成佛的,所以你那佛国土,你现在若不敬,不修,尽懒惰,将来你成佛,你那个国土也是不敬的。 现在我们这是五着恶事,你成佛的国土或者就变成十着恶事,加一倍。 真的。 就因为你在修道的时候不敬佛国土,所以你的国土就那么肮脏,不清净。 我不是和你们讲笑话,你们各位善知识,都应该要深深地懂得佛法,教化众生。 你知道,妇罗那尊者教化众生,我现在会讲经,也就是受过妇罗那尊者的教化。 所以学妇罗那尊者来说法。 我本来也是不会讲话的人,很笨的,比你们任何人都笨。 你们虽然不敢讲经,都敢讲几句话。 我在小时候,讲话都不敢讲。 你看,现在我给你们说法,就是因为受过妇罗那尊者的教化。 你们现在各位,都应该发心尽自己那个佛国土。 回到经文,渐渐具足菩萨之道。 这是说妇罗那尊者渐渐具足菩萨之道,他行菩萨道圆满了,就是成佛了,觉行圆满。 从现在开始,在过去无量阿僧奇节,他就应该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了。 这位佛的名字叫什么呢? 他的名字,叫法明如来。 记得妇罗那尊者将来成佛的名号,就叫法明佛。 应供,是应该受人天的供养。 正便知,知道心生万法,这是正知。 又知道万法为心,这是便知。 明行足,他的这种聪明智慧,也都圆满了。 善事是奸解,他对世间所不能解的,他都可以解了。 无上事,没有再比他高尚的了。 佛是无上事,菩萨是有上事。 调育丈夫,他是调育三界的一个大丈夫。 天人师,是天上人和人间人的一个导师。 又叫佛,是尊是世,初始至尊。 这十个名号,是所有的佛都有的。 这一位法明佛,他以无量横河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,做一个佛所化的国土。 这个地,都是用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车渠、赤珠、玛瑙这七宝来造成的。 地像手掌这么平,说我们这个手掌又不平。 这个掌,不是我们一般人这个手掌。 像佛的手掌那么平的,又在海底下有一种石头,就是微尘那么大的一块,也没有不平的。 所以这种石头叫掌石。 掌有这么两个意思。 这地平如掌,地就像海底下那个掌石那种平的样子。 因为地非常平,所以没有山,没有丘陵,没有小的山,溪水。 也就是有的山谷底下的流水和溅,是山谷之间。 有那个山溅的流水,也没有沟壑等,没有这些不平的地方。 他这个台,都是用七宝造成的,很多风景区都非常之好。 到处都是。 有诸天的天人,又有天人的宫殿,在这个虚空里边。 天上的天人和人间的人,互相都能看得见。 天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世间的人,世间的人又可以看见天上的人。 我们现在只可以看见世间的人,看不见天上的人。 这位法明如来成佛的国土,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,互相可以看得见。 为什么?因为他那国土里的众生都有神通,都会飞行变化。 因为有神通的关系,所以就两美相见。 而且没有诸恶道,没有地狱,人死了就不受苦,没有恶鬼。 人死了就不会挨饿,没有畜生,人死了之后就不会脱身做畜生。 没有一切的恶道。 那么没有女人,人从什么地方来的? 人从莲花化生的,不需要女人,所以在这个国土没有女人。 极乐世界也没有女人。 东方消灾严寿要施佛的流离世界有女人。 虽然有女人,但不做女士。 也没有淫欲心,样子是女人,但是她和男人是一样的。 所以东方要施佛的世界,叫欢喜世界,西方叫极乐世界。 西方就没有女人,那么东方有女人,那女人也都是莲花化生。 法明如来这国土里的众生,都是化生的。 怎么叫化生? 就是自有化无,自无又化,又变化无穷。 本来没有这个人,突然间就化现出一个人。 有的由莲花上化出来一个人,有的又在树上化出来一个人。 有的在海里头又生出一个人来。 她那国土所有的境界,都是不可思议的。 没有一种淫欲心,都有大神通。 这个淫欲心,是一种不清静的,我们人修行。 不应该生这种的念头,不应该有这种的贪心。 你这种念,尚且不可以生,何况实实在在去做呢? 因为他没有淫欲心,所以采得大神通,这个神通,是菩萨所有的大神通。 众生因为不是淫欲而生的,他们的身体是化生出来的。 所以智慧也大,智慧显现,身就放出一种光明。 这个国家的众生,愿意到什么地方去,都随意而至。 只要你想到什么地方去,就会飞到那个地方去了。 他们修习佛法,这种的志愿都非常坚固,只有静,不会退。 他修习佛法,一天比一天进步,一天比一天勇猛精进。 他们因为有这一种精进的志愿,所以也就有大的智慧。 众生身上也都是金色,他们的相貌都非常圆满,有三十二项。 这就是因为在三十二项不具足的时候,他们都是自己庄严自己国土,所以成就三十二项。 这国家的众生,有两种识。 这两种识是很特别的,我不讲妇罗那尊者一听法就不吃饭,也不睡觉了。 为什么他不吃饭可以呢? 因为他得到法喜时,以法为时。 好像你们这些佛法的人,现在一天都吃一餐,为什么能这样子? 本来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,很不容易的。 所谓食色性也,人欢喜吃,有一种欲念,这是与生俱来的。 生来就有这种识的知识。 你在这时候能不吃,听佛法就饱了,这就是法喜时。 你听着佛法,一欢喜,把什么都忘了。 吃也忘了,睡觉也忘了。 不是在这儿一边听经,一边睡觉,那可不算。 那没得到法喜时,所以不但饿。 而且还困,还合眼,总想睡觉。 第二种时,是禅乐时。 天天坐禅,越做越欢喜,越快乐,越做越高兴坐,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座。 蝉乐这种的食,这种的味道,真是妙到极点了。 你得到这个蝉乐的滋味了,想不叫你做,也办不到了。 为什么? 你吃着这个滋味了,一定要做,天天都追求这个蝉乐的滋味。 休息这个蝉乐的滋味,这叫蝉乐为食。 食有很多种,我们凡夫所吃的是分段食,天人是丝食,鬼神是畜食。 凡夫怎么叫分段食呢? 这个分,也就是分段生死那个分段。 你有你一份,我有我一份,吃饱了,就不会再吃了,这有一段落。 这凡夫吃东西是这样吃。 天上人是丝食,就这么一丝想,就饱了。 这就是有点蝉乐为食的味道了。 鬼神是畜食,也可以说是秀食。 鬼神吃东西不要用口来嚼着吃,他就用鼻子触到那个东西,这么一闻就饱了。 你们要是得天眼的人会看得见,譬如宫的苹果或橙子,没有宫过之前,它都是两个的。 怎么两个呢? 就有一个橘子,还有个橘子的性,就有形的是一个,还有一个无形的。 无形的,肉眼看不见。 若开天眼就看见了,这供佛,佛就受用那个性。 你供完佛,那个性就没有了。 所以你不是给鬼,鬼吃东西也是吃的那个性。 这种的情形是很妙的,不是一般人所可知道的。 在法明如来这个国土里的众生,有这两种食。 法喜食和禅乐食,有无量这么多的阿僧奇,千万亿纳有他的诸菩萨种。 这菩萨有无穷尽那么多的数量。 所有的菩萨,都又是得大神通的,都有这四无碍的变才智慧。 他们都是善于教化众生,具足方便的法门,善能随机斗交,引人说法。 那么菩萨是没有数量这么多,有没有生文呢? 也有,这生文也算不出来那么多的数目,怎么样去计算也无法知道。 这些生文众,他们都得到巨族六通,有天耳通,天眼通,台心通,神族通,宿命通,陋进通,巨族三明,就是宿命明,陋进明,天眼明。 以及得到八解脱,就是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,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,净解脱身做证据足助解脱。 空无边处解脱,时无边处解脱,无所有处解脱,非想非非想处解脱,灭受想定身做证据足助解脱。 这位法明如来的国土,有像前边所说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功德,以无量功德来庄严,用功德所成就的。 我们现在是贤劫,那时候的劫就叫宝明劫。 法明如来成佛的国土,叫善进国。 这位佛受命有无量无边,阿僧齐齐这么长的时间,佛法注视也非常的久远。 等这位法明如来灭渡之后,这些弟子就造七宝佛塔,在这国土里,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位佛的设立宝塔。 在这时候,释迦牟尼佛要把这个道理说详细一点,以寄送再来说一遍。 你们各位比丘,好好的听,慎思而听,不可以马马虎虎的。 佛子妇罗那所行的菩萨之道,他因为善于学习佛法的方面的缘故,所以他这种境界,不是凡夫所能知道的。 他知道一切众生欢喜小惩罚,不欢喜大惩罚。 为什么?这众生怕有这个大的智慧,怕有佛的智慧。 众生喜小而为大,欢喜小惩,而为怕得到佛的智慧。 因为这种缘故,所以诸菩萨采引大师小,把菩萨的地位收起来。 献诸生闻的身,圆绝的身,以无量无数那么多的方便法门。 都教化一切的众生,种种的众生,他用种种的法门来教化。 这些菩萨自己说自己是生闻人,二成人,离佛道很远,已是方便。 他因为想教化堵脱无量的众生,并完全都得成佛道。 虽然小成人想要懈怠,想在中道路上停止了,可是这菩萨教化他,渐渐地使令他就成佛了。 他虽然是小成人,那里头所怀的是菩萨的心肠,菩萨的行为。 他在表面上看来,是现一个生闻的人。 实际上,他已经是个大菩萨。 他只有很少的欲,他想脱离生死。 他实实在在的是自己庄严自己这个佛徒。 对众生故意实现他的行为也有三毒,有贪心,有称心,有痴心,故意现出这个样子。 他又故意实现出来一个邪见的样子。 好像加留陀一实现很欢喜女人的样子,实际他不是的。 加留陀一位佛诸是时的六群恶性比丘之一,他故意那么样来实现,令这些人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。 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他是游戏人间,故意现这么邪见的样子。 释迦牟尼佛说,我的弟子是这样。 好像有的时候,舍利福也现出称心来,有的又现出贪心来,有的又现出失心来的,这种种不同的。 我的弟子,他是观众生的因缘而实现这么一个样子。 实际上,他也就用这方便法门来教化众生,来读众生。 我要是完全说出我的每一位弟子,怎样去教化众生,怎么样去给众生说法。 众生听见这些境界,这些事情,心里就会生出一种疑惑。 所以我也不说那么多了。 现在这法华会中的附罗那尊者,他说法第一。 他在往昔迁一诸佛那么多的节,是很殷勤,精进的,不退地来勤修所修行的道路,那么不懈怠地修行,他来宣说。 护持所有佛的法,为求如来无上智慧。 他在诸佛的面前,说法第一,现居于一切弟子之上,围上守弟子。 他多闻,智慧也很大的,所说的法也是无所谓的。 十二大弟子各有所长,附罗那是说法第一,他说法能令大家欢喜。 大家都愿意听。 附罗那尊者来大做佛事,已得到大神通及四无碍智。 具足之四种智慧,词无碍智,义无碍智,法无碍智,乐说无碍智。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的根性,有没有善根,是立根,是顿根。 他所说的法,都是清净法。 他能以四无碍辩,词无碍辩,义无碍辩,法无碍辩,乐说无碍辩,演唱说法。 他教化了有千亿那么多的众生,令他们都得到大成,他们都自尽其意志。 他于未来也供养无量无数的诸佛。 来护持祝宣正法,也都是自尽其意志,自心清净庄严佛土。 用种种方便法门来给众生说法,都是狮子吼无碍说,度有数不来那么多的人。 使令成就这一切种智,一切的智慧。 这位附罗那尊者,他又赌托一切种生,成就一切智,也供养无量的诸如来,护持佛法。 最后他成佛了,名号为法明如来。 这一位法明佛,他成佛的国土,名为善尽国。 是以无量横河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,作为他所教化的国土。 都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车渠、赤猪、玛瑙。 这七宝所合造成的土地。 这时期就叫宝明节。 这个国土里,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大菩萨,是没有数量那么多。 他们都得到大神通,威德力也充足。 这国土里,多数都是这样的菩萨充满着。 这国土中,也有无数量那么多的二成人,都已得到三名。 八种的解脱,以及得到四种无碍变财。 以这种的二成人,作为僧人。 这国土里所有的众生,他们都没有淫欲心。 你看着他和普通人一样,但是他没有淫欲心。 这种的境界,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,你若修行, 修到的人没有淫欲心了,也就是这种境界。 这种淫欲心若断,你会有一种考验, 就是你对任何人都不生淫欲心。 人对你有淫欲心,你也不知道。 不是不知道,是你不生淫欲念。 如果你不知道,那就变成木头、砖头、把块。 你知道有这个淫欲,可是不生这个淫欲心, 这就是因无所助而生其心了。 这淫欲心不生,就叫淫欲接一段。 修到的人,你能以没有淫欲心的话, 人家也就没有淫欲。 你若有淫欲,对方才有淫欲。 你若没有淫欲,对方也没有淫欲了。 即便他有淫欲,你这儿不动,就没事了。 这叫淫欲接一段,没有淫欲心了。 这个国土的人,都是莲华化生, 是自有化,无自无化有。 具足三十二项,八十种随行好,庄严其身。 这个国土的人就以听经文法作为饮食。 一听法,他就欢喜,就不饿了, 因为你得到法喜充满了。 蝉月为食,有的人打坐, 一听到晚也不愿意吃饭,并不是有病。 或说是不开胃,他不吃饭就饱了, 以蝉月为食,以做蝉作为自己的饮食。 法名如来,这国土就是有这两种食, 一种是蝉月食,一种法喜食, 他们不想吃其他的东西, 根本想也不想。 这个国土里,没有女人, 也没有阿修罗,地狱,恶鬼,畜生, 这四恶趣的众生都没有。 这个国土的人,都是莲花化生出来的, 他父母就是莲花,九品莲花为父母。 法名如来,这宝明节的善禁国, 所有的人都是莲花化生, 所以不需要女人也有人, 也没有三恶到四恶趣。 这位傅罗纳比丘, 他的功德都成就了,都圆满了, 自觉圆,觉他圆, 觉醒圆满。 他得到前边所说这种的净土, 所以他这国土中, 圣贤中最多。 像这样无量无边的道理说不能进, 我现在紧略略地说一点, 在这个无量无量里边说少少这么一部分。 这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, 大阿罗汉都着急了, 着什么急呢? 听着释迦牟尼佛给妇罗那寿祭, 心不自在了, 他们都等不了了, 都想要寿祭, 佛会不会给我寿一个祭啊? 我有没有愤可以得到寿祭呢? 你看, 佛的弟子本来都心得自在, 被佛一说法, 也说得不自在了, 都打起妄想来了, 难怪现在众生都有这么大的贪心, 当初证得阿罗汉果的人, 都想要争着寿祭, 贪着寿祭,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要去除贪心了, 把贪心让他加倍大一点, 贪什么呢? 我们现在要贪佛法, 贪佛, 贪法, 贪僧, 要生这种贪心, 连阿罗汉都要贪心被寿祭了吗? 我们贪心, 贪学佛, 贪求法, 贪学僧, 这都不算泰国了。